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学人评测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米旗下首款miniLED显示器 G Pro 27的评测报告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拉到机器的第一眼 扑面而来就是熟悉感 正面造型跟我们之前测试过的三星NEO G8有点相似 左下角贴纸印有机器型号和miniLED字样 背面做了小背包的处理 中间有一圈RGB氛围灯 支持四种光效以及十二种颜色的调节 整体机身为工程塑料的材质 左下角有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用于控制显示器的OSD菜单 支架支持升降 抚养 水平和垂直旋转 支持Visa75x75的标准笔挂 配备了一个DC电源接口 两个DP1.4 两个HDMI 2.0 以及一个音频接口 使用DP接口连接PC可以支持2K 180Hz的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为TMDS协议 连接PS5和Xbox主机都可以支持到2K 120Hz 可惜不支持4K映射 连接Mac属于是2K的正常水平 支持高刷和HDR 但不只是High DPI 接着我们来开始数据的实测环节 G Pro 27使用的是京东方的B20W22面板 主控芯片为MT9800 亮子点背光 蓝光波峰449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7.05%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 在出厂默认模式下亮度观感不错 色彩淘气 但饱和度相对偏高 SRGB容积为161.23% 菜单中提供了SRGB P3和Adobe RGB 三种色域空间的缩线 通过实测 三种模式下的覆盖都在95%以上 平均色差没有超过1 最大色差也小于2 这个色准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 色温方面 在标准模式下 屏幕中心色温为6658K 通过成像色图计生成尾色图 屏幕左侧蓝色区域偏暖 在6200K到6600K之间 右侧又偏冷 在6600K以上 整体屏幕色温不均匀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可视角度 使用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中间的红色区域为最佳可视角度范围 平均在20度左右 在IPS面板中表现只能算中等 还有一点非常可惜 G Pro 27通过实测 无论是常规还是HDR模式下 它都是PWM的调光 拼闪频率为4100Hz 波动深度为87% 测试各亮度下的SVM值都没有超过1 所以CIE不可见范围 输入延迟方面 1080p 120Hz为4毫秒 我们再来看看它亮度对比度的表现 SDR模式下亮度达到了恐怖的668nit 静态对比度为1616比1 如果谁有在宿舍用出来显示器 一定要注意晚上玩CSGO借了躲闪 不然一回头你会看到一个叠满了血怒的室友 在HDR模式下 它的亮度能激发的更高 实测G Pro 27存在ABL机制 在1%的APL窗口下亮度为518nit 但随着白点窗口逐渐加大 在88%的APL白点窗口 测试它的最高峰值亮度为1135nit 到了全屏窗口亮度为1032nit 但只有10秒钟的持续时间 10秒钟之后亮度会逐渐下降到800nit 之后趋于稳定 这个亮度持续性 我只能说真的太快了 在菜单中将动态背光调到高 测试它的HDR静态对比度为7298比1 作为miniLED显示器 最影响画面观感的就是光晕 通过垂直扫描线的测试 它横向有48区 纵向有24区 总计1152区 我们将动态背光调到高 从正面观察 光晕控制的相对不错 切换到尾色图可以看到 白块的中间区域亮度最高 越靠近边缘亮度则越低 采用了光晕内缩做了一定的灰阶补偿 这也导致了G Pro 27在灰色背景显示 白色字体的时候 字体周围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暗边 就算我们把动态背光调到低 有着不错的表现 实测为13.2毫秒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HDR观影下的体验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EOTF曲线 在0-65的灰阶 几乎完全贴合标准的HDRPQ 从65开始做滚降压缩亮部信息 这样的调教可以保留画面的高光细节 但也大幅度限制了实景画面的高光亮度 在完美星球HDR实景画面测试中 太阳的轮廓清晰可见 切换成尾色图 太阳核心最高亮度为608尼特 在海王小区块的高光场景 由于受到ABL的影响 亮度反而更低 在蜘蛛侠的蓝光片源中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相对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但在部分低灰阶场景 出现了轻微的色彩断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游戏体验 和响应速度的表现 在菜栏中有四个档位的响应速度调节选项 几速模式为最佳可用档位 平均灰阶为4.95毫秒 平均过程为1.1% 最大过程为9.64% BET运动响应时间为5.49毫秒 只用相机跟踪拍摄运动画面 图像的清晰度和拖影在同级别中 只能算中等的水平 游戏的体验亦是如此 画面小范围移动的情况下还能应付 但遇到大视角的范围移动 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整体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好了以上就是红米G Pro 27的 全部的测试内容了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